谈谈比亚迪1211 内地媒体报导说 湖南省长沙市有些居民说 附近的比亚迪工厂排放飞气 令附近的小学生有流鼻血的情况 居民都很不满 就有一个举牌抗议一些维权的行动 内地媒体最新就引述消息人士说 比亚迪的长沙工厂 现在已经进行停产整顿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了整体交付进程 暂时官方就没有回应 现在看到就是早段刚刚兑完盘 比亚迪就跌了9分 预计对公司会有多大影响呢 投资者如果持货的 应该进一步观察还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那个影响相对来说 是比较低一点 或者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影响 我觉得怎么影响都不像其他那些 所谓的同行那么严重的问题 我们说回其实比亚迪这件事件 其实环保的事件我觉得应该都是要整顿一下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相对 就是我相信是短期的整顿行为得来 其实最惨烈的倒反过来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其他同行的两大致命的问题 第一就是供应链那个问题 这个有药光的厂商 其实有供应链好不容易解决不了的 第二就是说那个车款会不会 其实根本其实经常都赖疫情 疫情 还是会不会其实暗地那间公司 它自己心知肚明 那个款式或者车款 原来根本是那些人的 taste变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给其他那些优宙 我同样欠了那个市线袋或者份码 那令到它那个所谓的销售下暴跌 那其实我这种这样的怀疑 我可以直指哪间公司呢 就是长城汽车了 就是这个 因为长城汽车其实刚好就昨天了 就公布了它最新一期的月道数据 哇那个跌幅破纪录 就是样衰 老实说这个 那同比差不多跌四十几个巴仙 那就剩下是五万架一个月 那当然啦 照够啦 好像是一讲这句 就是那个借口或者理由一讲 又好像就是万能那样的 就是说疫情疫情疫情那样 这个封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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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那但是其实我想说一样的就是说 有时呢 那个汽车款的下跌 未必一定是封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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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就是有时不能在这里无限地赖的 你只见到比亚迪 就是比亚迪 他自己在四月份的销售又是爆瓦 这个无论同比还是还比的角度 他都做得很好 这个 那为什么人家没有问题 你就有问题的呢 这个OK 那变成就是说我觉得 今次那个是推长远的角度 那个的汽车业的洗牌呢 在这个是所谓封城啊 或者是一个时代的背景里面呢 之后可能会更加严重了 这个也是符合了一个古养的数码太后应了 就是说强者那些就可能会越强 那么弱的那些是1.1 他真是高河日落到可以你不信都可以的 这个那个惨烈的地步 那么有朋友问 估一下比亚迪今天会跌得多深 他说值不值得博 其实比亚迪我自己 我明白的 当我跌市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觉得什么都世界门入 什么都不好 对不对 当我反打了棍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很美好 这个就是近来港股很多人的情绪的 比个市场摇头两边摆的一个可悲的情况 坦白说我会形容为OK 那么所以呢近来其实就是我不想说自己躺平 这个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 就是说反而我是近来分析这个股票呢 我真心地希望是用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 或者看一件事是比较长远一点的想法 而不再去看他短期是一个是所谓地球末日 与一天光寨之间的两种极端化的情绪 在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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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情况OK 那么如果你那我说这个前言之后 那你说放在比亚迪那里那里 那就是说你思考任何东西 你都是思考回比较长远的事情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比亚迪那当然我是会比较是站在他那边 那因为很简单 你用一个反问的角度就是说 如果我不站在比亚迪那边 我难道站在长远汽车或者吉利那边吗 或者站在就是所谓 不要轻败人三傻了 这个就是汽车新势力三间公司 为少你 我没理由站在他们那边的 没理由这个 就是他们要么就遇到是产能樽颈的问题 要么就是遇到就是说汽车销量上不到 那间公司每年都是血规的问题 这个现金流是缺乏的问题 那我没理由站在那边 又相对来说这个销就仍然是好好的 很多那些即是产业那个供应件的问题 仍然都是performance都是比较良好的公司 我没理由不站在那间公司那边 这个是不是 所以变成说比亚迪我本身来说都是buy的 这个但是就是说比亚迪始终来说 那个波幅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劲的 这个特别在跌市的时候他都被迫是会陪跌的 OK 那变成说动摘 是有高位三四十米那个负来负去 其实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来的 那变成说比亚迪其实是 就是可能是要 就是那个级 可能要预计那个波幅是相对比较大一些 这个第一点这个 那第二点就是说其实 其实基于是这么大波幅的情况之下 有些人譬如取一下的话 就可能不是说想买给亚迪赢很多 到处是可能想真心低位接货 或者是赚一些其原金 或者赚一些利息的算数的 那或者想找一个很坚强的防守位的 OK 那变成说都可以考虑他那个期权的 就是所谓short foot 这个就是这么低的行驶价来收 因为就是说都不沉气去形容 现在的市场的隐身波幅高企 就是众所周知的 那再加上今天又跌口低开 就是700几点 就应该这些股票的隐身波幅 进一步来说是扩张的了 没理由这样 隐身波幅会收不足的 那变成说在隐身波幅这么高企的情况之下 你收的期权金应该都收得不错之余 你可以按个价位都按到很低的 那变成这个操作就有利于是懂得做期权的那些人 那变成可能甚至按低到40元或者50元的价格 就是去到很离谱的845元的价格 你行使价 你都有钱收的这个 那有些人就会想 那我做什么要在200元这些区域跟你拼命呢 所以就也可以考虑这个比较取巧一些的做法